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知道黑猩猩 黑猩猩智慧非常的高 那么在非洲的原野裡面 不同的族群也有 他们自己的文化 甚至还有一种叫做 诸如黑猩猩的相当有趣 不同的阵营碰到的时候 一般标准的这种黑猩猩 就是征战 打仗 厮杀 然后看谁征服了谁 可是那种叫做 诸如黑猩猩呢 这个种碰到的时候 然后就是大家示好拼命的交配 拼命的性交 然后打感情好了就不会厮杀了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 就是生活的策略 也其实有时候看人类的历史过去 然后不同的族之间 也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鸡 觉得很像的地方 所以上次的影片裡面 时间不太够 它裡面也是有时候来来回回 给各位分享一下 看看这个跟黑猩猩 高智慧的动物 也有些相同相似的 好 接下来把后面的很快的重点补完 就是说你要研究这个社会的结构 第一个你要认识每一只鲸豚 是谁啊 阿狗阿猫小华小明 所以个体辨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么大赤巾研究最多 因为大赤巾让它尾巴这样举起来的时候 你注意看 这每一只呢 就有一些白白黑黑的这些不一样 所以今年的二月份 在我们蓝宇呢 不知道有没有听说 有一个妈妈带一个小孩出现了 我们的心都很兴奋 想说糟糕 听了一天 结果第二天还在 我终于忍不住了 找了我的好朋友 找了三个人摄影师下去 因为当地的那些人 他们传的影片什么都是看到 大赤巾拱背啦 看到他的头啊 都没有人特别注意去拍尾巴 所以各位同学 以后你同学如果碰到说记得 除了拍头拍很漂亮以外 尾旗举起来那一剎那 要拍到负面是非常重要 拍到你就知道他是谁 就可以进入国际上的这些资料库 就可以知道是谁 在什么时间地点在哪里出现 这就是大赤巾 那么在虎巾呢 Kidwell呢 重点是在背旗下面这块斑 我们叫鞍斑这块 那颜色有不同 形状也有不同 所以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这蓝金也是看他背旗 附近的这些花 斑驳啊 花纹啊 背旗的形状 那么这是研究Kidwell 在西雅图 那个地方很有名的 在各位看电影 《威京闯天关》 那女主角或者是那小孩会说 那个是J-Pod K-Pod 是某一个Pod 就是一群 他叫IJK都有命名 他们看这些就可以认出谁是谁 那么另外一个呢 很重要就是活组织采样 叫做Biopsy Sampling Biopsy呢 在他身上拿下来一块肉 连着皮呢 就可以去分析说 他身体的 譬如说他的皮下面就是油 这个油呢 是由吃什么样的食物 他吃什么样鱼类组成的 或者是在下面的肌肉拿到 就可以做DNA的分析 知道这只动物呢 他可能是他的DNA的组成 基因组成 他可能是他的父母亲呢 或是什么来自于哪里 大家看看 这是比较传统用一个弓箭 我曾经也买了一个年轻的时候 希望来做 我根本就拉不开 找了我研究是最强最壮的男同学 他以前是到海边 到港口帮人家背东西要赚那个钱的 只有一个人 只有那个弦拉得开 其他我们都拉不开 那么他这个箭的前面 可以看是这个样子 像是一个空管子 可以控制深度 像一个空管子 打到这里就会挡住 多生再取出一块肉出来 那么现在进步了 可以用来福枪 来福枪 这个我知道我们杨老师 很有兴趣做这个研究 所以各位同学 有兴趣的可以跟他联络 这个Resource Dolphin 这是我的学生林静怡同学 在早年在花莲实体 有关Resource 那后来又有一个余兴于博士 刚刚完成博士论文 就是一直照相一直照相 每一支你可以看到 这贝奇上面花纹非常的不同 就可以认出 认出他叫什么名字 那这个就是野外的资料 比如说像这个就是几月几号 那边就是海豚的名字 OK 海豚的名字 然后这次出现 谁跟谁 比如这一天就看到好多只 这只这只这只出现 这个这个出现 那由这种原始资料 你就可以套入一个数学的公式去算 这是海豚的名字这么多 谁跟谁的关系 谁跟谁的关系 有一个系数 有一个系数 叫做Coefficient of Association Index COA 就是看这个系数 越大的话就是出现 这三支是好朋友 这几支 这几支 那有些关系比较遥远 所以像各位上次看影片的时候 就看到像有些雄性 很喜欢形成Alliance 有没有 雄性两支两支 这两支本来是不怎么样 或者是说有个女生在那边 在那边要抢老婆的时候 就开始有敌对 两个就在那边 头对头 有没有 嘴巴对嘴巴在那边 在那边Fight Fight完 当这个胜负揭晓了 或者说这个资源 这个female已经没有了 她们又变好朋友了 OK 好 接下来讲婚配制度 Mating System 这是讲动物行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Mating System 在金屯世界里面 它主要的是叫Promiscuous 就杂交质 并没有义夫义气这么多 可是只有吃乌贼鱿鱼的 就是像Spawn Whale Spawn Whale Pilot Whale Killer Whale不一定 就是她们就比较有义夫多妻子 所以上次记不记得 我们再讲这个Spawn Whale的男性 虽然她生理成熟可以当爸爸的 有产生精子 可是她娶不到老婆 她要一直熬一直熬 熬到她长得很巨大 身体很强壮 有一天她得到青彩 一下子就一堆老婆 就跟她在一起了 就会是一夫多妻子 Polygenous Polygenous Poly就是多 多妻的意思 一夫多妻 那一般你吃鱼类的 都是杂交的 OK 好 那接下来讲她的攻击 在群体生活里面 除了这个很快乐的事情 但也有一些争执或者是攻击 那我们就看看 譬如说 看到她上下拍尾 这是一支Killer Whale 但大士巾也是一样 就是上下她这个Tail Tail Flapping Slapping 或者是Flapping 这样一直打 我记得我第一次 我们团队在花莲 看到虎晶的时候 也有拍到 虎晶就在我们船旁边 就这样一直拍 一直拍 那我们船上有文学家 很有名的廖宏基先生 他写文章写得很唯美 他跟我们招手 跟我们传达什么东西 写了半天 我也不知道 我们科学家就比较呆板一点 没有想像 但是后来去查文献 就发现到 当他这样拍尾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种威嚇的动作 威嚇 然后告诉你我的存在 我在这里你不要冒犯我 也许他会觉得这是我的领域 OK 那么这就是他的一些行为 威嚇的信号 威嚇的信号 OK 好 那接下来 还有他种内竞争的时候 当然不外乎竞争食物 竞争配偶 一般来说 就食色性也 两个F 一个竞争食物 竞争配偶 那么在竞争食物的时候 当他碰到的时候 就是推跟撞 他们身上也没有很多的武器 大概胸肌也固定的 就是用他的身体去 或者头去撞和推 那么要竞争配偶的时候 然后像鹿脊鲸 鹿脊鲸基本上比较温和 很大的一个身躯 你看到他平常打单 等到他有一只female在 在发情的时候 就会一堆熊性 二到六只围着他去推 熊性直接用推 用头heading 就是头撞 那慧筋也是一样 好 那有时候看到牙齿会咬伤 那这个牙齿的这个种类 他才会这样 像这spawn whale 或者是一脚筋 用他的长牙来刺 这个就比较多 所以可以看到另外一个身上 可能有伤 还有牙齿会折断 那么两性异型 这边特别讲 就是说在一些生物里面 男生女生身材差异很大的时候 男生女生身材差异很大的时候 这时候就比其他倾向 男性雄壮很雄壮的 他就可能是一次就可以得到 吸引很多的太太 就会一夫多妻 那么追求雄性的策略 我们来看一下 一种叫赤膊战 就两个碰到雄性的彼此 direct comeback 直接的撞 退 刚刚前面讲的 直接打起来 第二个他没有打 可能是利用他的第二性针来吸引 譬如说像虎金的背鳍特别的高耸 或者他头很大 或者是像一脚筋的牙齿特别长 或者像慧金的牙齿也是雄性的牙齿 在中慧金长到这个旁边是长出来很漂亮很大 那么就会吸引 用第二性针来吸引雌性的注意 甚至于最后最有趣的叫金子竞针 我以前常讲就是像Rightwell Rightwell他那么大 我以前在加拿大看到的时候好感动 看久了就觉得很无聊想打瞌睡 因为他就很温和慢慢的动慢慢的动 接下来旁边来 这边好像一个海上一个漂浮的巨雾在那边 这样搓来搓去这样移动位置很温和 那怎么回事呢 后来看书来说他要竞针老婆 是凭借的金子竞针 就是交配的时候 所以他的稿丸在做解剖学的时候 他的稿丸特别的大 我记得好像上盾吧 上几千公斤 那虚金里面呢 基本上都很温和 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大赤金 大赤金就比较明显的唱歌 他会这样撞一下比一比 那大赤金的 居然他的稿丸呢 也就相对的大小比例就比较小 这蛮有趣的 好接下来看看照顾幼照顾小孩 照顾小孩比较特殊的一个 第一个就是尾巴先伸出来 因为他在水里面 头要掀出来就会淹死了 第二个呢很有趣的是说 有一些social的这个species 他们有群体的他会有一些阿姨 阿姨在旁边帮忙 譬如说把旗带咬掉 或者照顾 尤其是这样这个spunwell是特别的 妈妈要spunwell打猎 或者潜水潜到很深的地方去找东西吃 然后再回来 所以呢那小宝宝不会跟着下去 会在水面上 那阿姨就帮忙照照顾 所以通常都是远洋深浅的物种 就是他要下的潜水潜得很深 那其次有一个专有名词叫顶伏行为 epimeleptic behavior 就是好像伏着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 这个先说他这出生是尾巴先出来 这个就是小宝宝 就跟着妈妈这样游 这个叫顶伏行为 也就是说小宝宝可能不舒服 或者有时候生病干嘛 那个鲸豚就会这样顶着他顶在上面 我们的学生研究生曾经在宜蘭呢 就看到瓶壁海豚有一只死掉的死胎 然后有几十只在那边 然后他们就轮流一下 一直顶一直顶一直顶 就好像想要把他顶得再救回来一样 顶了好久的一个小时 回来每个都好难过 那所以曾经有人说 这个海豚好像会救人 曾经有人快溺死的时候 那就被这个海豚救了 大概就利用这个姿势 就说他可能把人类当作 可爱的小宝宝 你看这只就死掉死胎 他这样一直顶他 叫顶伏行为 那么也有些人说 救一个人 人到溺水的时候 他把他这样顶着 就可能把他救到路上来 OK 好 那么育幼呢 讲到抹香精 有一个很重要 叫communal suckling 就是好几个妈妈 他们都聚在一起 所以他平常会有nursing group 就是nursery group 就是这个哺乳群 好几个妈妈在一起 那这幼儿呢 他可以不是只有吃他妈妈的奶 这些朋友阿姨 这些都会轮流帮忙来照顾这个孩子 这个是蛮特别的一个行为 那么我们说过 金奶的营养非常的高 他大概30几%以上是脂肪 所以三分之一是脂肪 每天某相机要喂他小孩 每天要哺乳20公斤 各位同学去超市的时候 买那个1公斤的那个牛奶 好大一瓶 有没有 那宝宝一天要吃了20罐 你可以知道 这妈妈真的很辛苦 好 那随着呢 小孩子一直长大一直长大 妈妈跟小孩之间的关系 就越来越低 有时候小朋友 还想要跟妈妈这个取暖 要过来喝奶 那这个驱赶行为 叫spacing function 或spacing behavior 就是妈妈就把他这样推走一点 这个越是年轻的妈妈 这个行为会比较早一点 越是年纪大的妈妈呢 就比较脾气比较好 或者他觉得他后面 小孩的肌力比较低 就会母子的关系 会拉得比较久 所以上次说过某相机呢 也曾经有些儿 有个儿子跟着妈妈 跟了十几年的 好 那么性行为 timing of sexual behavior 那我们看他交配呢 通常是在他回游 趋经类是在他回游的路上 到生产之前 或者途中就受孕 那么小型的持经 他受孕的季节性不明显 但是有一点高峰 那我们看看这个精子竞针 比如说 刚刚已经提过了 right whale 他的稿丸呢 真的很大 你可以看到从屋外公斤到一吨都有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靠他的精子竞针 那么性行为的话 那大赤金呢 他就明显的竞针 那独占他的磁性 OK 搞玩笑 好 这边就有厨师 这是一个妈妈带来一个小孩 mother and female and calf OK 妈妈带来一个小孩 然后第一个就是第一个 primary 这第一集最主要的护花使者 escort 我们都用escort 护花使者的雄性 然后这个一对好像很完美的文学教 可以描述了 这一个爸爸妈妈带的小孩 在这个海里面遨游很罗曼蒂克 等一下被别的发现了 其他的雄性叫 secondary escort male 他们发现了就开始唱歌 一直唱 一直唱 唱了之后呢 这只爸爸也不能落人后也要唱 唱一唱他输了 输了以后就被取代 所以各位常常看到 取代之后呢 就换这一只银的 这只mail陪着这母子队继续游 其他就散开 就游走了再去不想继续唱 继续再吸引 看看能不能找到伴侣 好 那么性行为呢 基本上就是负面对负面 有垂直的水面 也有平行的水面 这个都有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我有提供一些网站 各位可以自己去搜寻 自己也可以去找 这个齿鲸类的性行为也是一样 基本上交配的时候是直立的或水平的 那有一个很特别的 记得一下 球偶 当你在海面上看到两只海豚呢 它有这个同步的行为 同步的service 一起这样游 要上来 要转弯 这样的时候 通常它要不是两个雄性的alliance 如果不是那样 就是它在求偶 一男一女 还有月身极浪一起这样跳上来 或者棋碰棋 因为它们没有手 所以你可以看到两只很清洁碰到的时候 胸体都轻轻地碰一下 这样两只手轻轻地碰一下 也就像我们的握手 或者表示清热的意思 你看这边就有两只在后面 OK 好 那最后讲到玩耍Pray 玩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朋友说 我儿子真皮啊 会喘祸 我都说恭喜你 越聪明的动物呢 它就需要 需要去 有一些创意去玩一些东西 所以人类都很爱玩 玩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么在动物行为里面 常看到很多野生动物 它的玩呢 其实对它的生命的发展的过程 是很重要的 尤其它未来成熟的 需要的一些行为 不管是交配啦 不管是这个去打猎啦 这些 它都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 所以学习的时候 就那个行为很像 可是又不见得 会完成那个目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也常常都是大的 成体带着幼体之间 譬如说Bridge 要怎么跳 那小宝宝呢 它就小的就会跳了八 一个小子跳了八十次 你不看 有时候带小孩 它常常重复做 你会觉得都快昏倒了 真是无聊 它就觉得很有意思 一直做一直做一直练 那么Rolling Upside Down 就是把肚子这样翻过来 要交配另外一支也过来 这样试着摩擦一下 这样练习交配 这些都是它玩 那么Area Lips 在空中的跳 Spin 旋转 或者Bow Riding 在船 船手 Bow 在船手这边 这边玩 那么就是它常常都是要练习 跟Social 跟Sexual Behavior有关的 甚至于就以前提过 它的Penis 这个雄性的 银精 Could be both tactile and sexual organs 就是说 它是一个可以触摸的 打招呼用的 也可以是真正进行 升职的一个工具 所以这就是玩 沟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上次的影片里面 可以看到 它有介绍那个小的男生 雄性的海豚 常常就不见了 还很小 要不外面去周游列轨回来 其实有很大的危险 影片里面专家也有说 为什么这动物 这小的海豚 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去外面这样周游呢 原来是它要去认识 其他不同的个体 先认识一下搜手一圈再回来 那这些个体对它未来的发展 是很重要的 不知道各位同学 有没有感受到 所以趁你们年轻 多交点朋友 这个social connection 是蛮重要的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